大家好 欢迎收看明镜火拍频道的世界的中国节目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务必在节目开始的时候 您先在我们节目的下方点赞 同时订阅明镜火拍这个频道 我们谢谢您 今天节目一开始 我们来看一下 美国2024年大选的有关的前瞻 因为今天非常有意思 两位重量级的人物 两家重量级的媒体 发出了不同的声音 也给我们大家对过去几年 美国政治图景的混乱和颠三倒四 有一个非常形象的一个范例 首先我们来看NPR 那就是美国的公立广播网 National Public Radio 采访了美国前总统川普 这个采访主持人叫Steve Inkscape 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主持人 这个采访之所以有意思 是本来说的是要15分钟的采访 但是在第10分钟左右的时候 川普直接挂了电话 我们看一下这个采访的一些亮点 首先关于目前这个疫情 川普仍然坚持说 国家进行强制施打疫苗 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因为美国是一个个人主义至上的国家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 你如果选择不打 没有任何人应该有这个能力和权力来强制你 当然在这个采访里面 川普的态度 关于疫苗本身 他在放缓 他说我本人支持打疫苗 但是我不赞成强制 另外他还不忘夸赞自己的功绩 以及这个track record 他说作为一个在防疫的设计上 做得特别成功的总统 作为我在任的时候 疫苗被研发出来 然后媒体予以忽略 这样一个情况下 我对疫苗的问题 有很大的发言权 大家可以相信我 他这个意思 那他又重新使用了中国瘟疫这个词 他说对于染上中国瘟疫的这些人们 那实在是非常的悲催 同时他说这场中国瘟疫 最后会phase out 就是逐渐的 退出历史舞台 而不是突然停止 他也不会永远这么下去 会逐渐的退出历史舞台 逐渐的消失 那前段采访 在谈疫苗和疫情的时候 川普还是侃侃而谈 心情不错 因为疫苗确实是他在任的时候 研发出来的 美国的媒体当时刻意的 为了攻击川普 没有刻意的去强调这个事实 但是我们本着事实第一立场第二的这样一个观点 那确实是川普任中 疫苗被研发了出来 当然大规模的应用是在拜登上任以后 那他之所以挂断电话 主要是因为这个采访啊 开始进入实质性的非常具有争议的环节 那就是川普至今仍然认为 2020年的大选 是被偷了 被操纵了 是被拜登这帮人把选举啊 给盗窃走了 他本人才应该是赢得选举的那一方 他举的这些例子啊 也是网上的川粉和各种各样的啊 奇葩在强调了一些证据 说哎呀在宾州 在Georgia 在威斯康辛 在亚利桑那 那些地方的选举都被操纵了 都被偷走了 赢者应该是川普 今天川普仍然重复了这些声称 这些statements 但是主持人马上打断了他 说你说的不是实际情况 比如说在亚利桑那 即使是川普你本人指定的盟友 对选举结果进行了audit 进行了审查 但是你自己的人 也没有推翻亚利桑那的选举结果 也没有发现非常严重的问题 当然就选举的一些细节啊 一些选票的有关情况 你的人啊 仍然做出了一些去改进的建议 这些都是有的 但是他们并没有推翻 哎面对这样的反击 川普马上又有他的一套说辞 他说 要只是属选票的话 那可能亚利桑那确实没问题 可能啊 是能自圆其说的 但是我们不应该只看选票的数量 而应该看那张选票到底是什么样子 那些选票本身才能说明问题 仅仅说选票数不意味着任何事情 does mean anything 我们要去查一下 是谁在那些选票上签了名 那些选票到底来自哪里 如果我们看这些数据的话 你就会发现亚利桑那在2020年选举的时候 做的实在是太差了 川普这个时候暗指啊 即使是在他支持的 由他指定的同僚盟友去重新检测 检验的选举结果也存在问题 那主持人啊紧盯不放问他那你认为为什么亚利桑那的共和党官员也接受了选举结果呢 哎川普这时候造了一个词叫rino rino rino 这个词啊代表着叫republicans in name only 就是仅仅名利上说自己是共和党的那些人 你看川普喜欢偷换概念 那就是说一开始他说这些地方选票有问题 人家主持人跟他说了 没问题 你看你自己指定的共和党官员也接受了这样一个结果 他就开始说啊 那些共和党的官员啊不是真正的共和党 那NPR的记者呀仍然不依不饶 又接着说啊你既然这么说的话 我们来看看法官是怎么说的啊 这个法官呀 就是川普总统本人提名的法官啊 还有一位那就是川普阵营他自己竞选的法律顾问 还有他自己最亲密的战友前纽约州长朱连尼 这三位都有直接的证词 说啊在亚利桑那州的选举结果 没有问题 同时他自己的律师和朱连尼还说 我们在亚利桑那打的官司 不是个fraud的官司 不是一个作假 不是舞弊 这事和舞弊没关系 那这样的话 请问 那川普哪来的这个信心 坚持说亚利桑那宾州交假选票对他不利是因为有人作假的 从头到尾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 当然了纠正一下刚才据连你说的那个选举结果啊是2020年11月18号在宾夕法尼亚的选举 你看这都是大州大的选票的票仓都没有问题 川普在知道采访里面可以说又受到了主持人的这个足迹 同时主持人最关心的是2024年总统的选举 川普会支持谁 他问川普 你会不会只支持那些认同你所说的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是一个被操纵的充满了欺骗的选举 只有你才应当当选 不是拜登 你会不会只支持这样的候选人呢 拜登说啊 川普说了 那些smart candidates 那些聪明的候选人肯定会赞同我的说法 那就是2020年选举是一场假选举我应该赢 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川普还主动列举了他认为最有希望的共和党政治新星 他说你看这个Kerry Lake这个在竞选亚利桑那州长职位的女候选人 他就支持我的观点 他就认为2020年的选举被偷走了 说到这个时候主持人物想接着问他 川普这时候挂动了电话 原来说好的15分钟只剩下了10分钟 今天这个NPR的采访非常有意思 这完全印证了Don't Look Up那个电影 小李子演的这个电影印证了一个事实 明明这个会心啊 正在撞向地球 各种各样的天文数据 各种各样的观测结果都证明了这一点无可改变 但是啊 白宫和美国的政客 号召美国群众说Don't Look Up Look Down 不要往上看 要往下看 一步接着一步 你就往前走就行了 不要听那些专家的胡说 为什么呢 说We think they're better than us 那就挑动群众的情绪 跟观众说 那些专家难道比你还成立吗 这就是美国政客惯用的手段 你看这个电影的影响力这么大 可以说打动了每个观看他的人 但是美国的政治现实也是极其荒谬和冷漠的 那到今天 川普仍然坚持他的观点 说2020年的选举 赢者应该是他 那他那些证据都已经被无数的媒体 无数的法院都已经驳回了 但没办法 人们只会选择相信他想相信的 否则你给他再多的证据 他也不愿意去承认 因为毕竟否认自己是一个非常非常痛苦的过程 那看到今天这篇采访 也让我想起华人这个圈子里面 2020年到现在 那真是令很多人三观敬惠 这里面包括我 因为我本来我对很多人 很多这个族群 很多社团组织 我对他们印象是相当好的 比如说华人教会 但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在最近两年的政治风暴里面 我们发现有三波势力河流了 一类就是某修炼团团体 某工 还有就是华人教会 还有就是华人川粉 这三波本来互相瞧不起 还互相攻击 结果吗 在支持川普的问题上 支持川普的问题上 接入了一致 那就是不顾事实 只按照自己想相信的观点 去一遍又一遍的重复 认为谎言重复一万遍 就变成了真实 他确实不是 你比如说这两天 在推特上 还有一些以前知名度颇高的牧师 出来说 你不能相信美国的主流媒体 但你看看他们自己引用的 转推的媒体来自某某工 某某工也好 某些媒体也好 到底哪些媒体更可信 这是一个在海外 在美国也好 在欧洲也好 没有防火墙的这些土地上 你只要有正常的思辨能力 你是能分辨出来的 那我认为 在美国的总统大选 这场最大的政治风暴面前 美国有两派势力 是经受住的考验的 第一就是主流媒体 美国时报都是一般了 我不太推崇他 华尔街日报 美国的NPR 英国的Economist 金融时报 这些主流媒体 他们交出了一份不完美 但是足以令他们自豪的答卷 那就是紧盯事实 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 顶住了一些极端右翼 极端憋屈 极端扭曲的攻击 还有一波势力是什么 那就是美国的法院 你看美国的法院 川普在全国各地发起了几十起诉讼 说当地的法院当地的选举被操纵了 是假选举 最后法院都给他打回来了 包括在亚利桑那州的这个法律诉讼 那个法官也说的很清楚 我们给了原告机会 让他们去build他的case 让他们去能够自圆其说 但是很遗憾的是根据事实本身 根据法律本身 他们输了这次法律诉讼 那就是没有造假吧 哪有啊 那don't look up look down 那这个情绪啊 我估计还会延续到美国2024年大选 政治风云不管怎么变化 人的认知习惯 人的认知水平 不可能是短时间提高的 所以我很多的时候 我看到最近两年以来 很多这个川粉的表现 我真的是觉得到美国来考那个GRE 还是有必要的 你看很多可能不知道GRE 那你到美国的研究生啊 你必须得考过这个GRE考试 叫美国研究生入学考试 为什么这个重要 他对人的逻辑能力 他有一个最低限的要求 那比如说白马非马 这种理论你能不能用 比如说能不能以骗概全 能不能偷换概念 这些在基本的那个GRE的考试里面 都已经搞过了 根据我的观察 至少我身边这些观察 我在欧洲美国的那些朋友 只要是坚持支持这种阴谋论 说美国总统选举被操纵了 是假选举 真正的赢者应该是川普的这些人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很多人都是 别说这个英文了 连普通话都说不利落的 那些中年老大妈 从来也没在美国读过书 从来也没正儿八经的 去学几句英文 就根据 他们对美国的印象 那种一知半解的理解 再加上在中共体制内 受到压迫 受到迫害过 带着这股满腔的怒火 来到了美国 然后呢就认为川普是他的救星 但是他认识美国的方式方法 认识美国政客 美国政治的方式方法 仍然停留在 他在出国以前的那个水平上 甚至有所下降 那这样的话就导致 很多本来令人同情的人物 令人同情的团体 到美国以后 成为了一朵朵奇葩 这真的是非常非常悲催的事情 那除了NPR这个采访以外 今天华尔街日报的言论版 刊登了一篇非常有趣的文章 那就是 希拉里克林顿2024年能够卷土重来吗 这个问题问的非常好 其实我心里也有一个问题 但是出于对美国政治 还不够特别的了解 美国政治实际上是非常的复杂 那看到这篇文章以后 我认为有一些有趣的点 可以跟大家分享 比如说希拉里克林顿2024年 有没有机会 这位作者说有机会 为什么 不是希拉里比以前变得更出色了 不是他还是那个他 年龄又大了四岁 到2024年的时候 希拉里自己也已经77岁了 比当选的拜登只小一岁 所以希拉里年龄上实际上不占什么优势 他最大的优势是什么 最大的优势 他的队友不行 那就是民主党 现在看来问题很大 首先 拜登支持率特别低 已经低到了 基本上参加2024年选举 没有任何希望 当然了到2024年 拜登自己也已经82岁了 同时副总统 卡米拉哈里斯 受群众选民的欢迎度 一直就不高 最近还有下降的趋势 所以这俩都没戏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除了拜登和哈里斯以外 民主党也没有看出来 谁是可能的 能够冲击总统宝座的继承人 没有 那用排除法选来选去 似乎在民主党内最有能力 再搞一把再冲一次的 那就是阿希拉里了 那具体来说 最近的拜登的支持率 低到什么程度 整体的支持率只有40% 具体来说 在经济和就业上 他的支持率只有38% 在税收和政府支出方面 只有33% 有三分之二的独立选民 对总统的表现 打了负分 打了不及格 那整个的共和党 在非常权威的 冲样调查里面显示 比共和党要低出 两到三个百分点 这两到三个百分点 足以让民主党 输掉众议院和参议院 那对于这样的情况 希拉里是一个政治老将 他非常善于审视多事 最近他开始接受采访 比如说MSNBC 希拉里就开始对民主党喊话了 就是你们不能这样 你们得研究出来一些政策 要远离那些progressive 就是远离比较极端的民主派 民主党 同时如果在今年的中期选举里面 民主党失去了参议院和众议院的话 那在希拉里嘴里 那民主党就完蛋了 你失去了国会 那将来 你的政策推行 很多事情都难以为继 那更不用说 近期民主党拜登 以以为豪的一些 国内的一些想法和倡议 都失败了 比如说 这个 造价上万亿美金的重建美好未来法案 因为他自己党内有一个民主党员 叫曼清 没搞定 结果这个重建美好未来 要泡汤了 另外民主党内部 尤其是在参议院里面的民主党人 现在正在 为推翻 费利把士托 这个费利把士托 为了推翻这个做法 正在做最后的努力 可以说已经到了 非常绝望的程度 那这些在选举权 在选举程序上的民主的努力 也会遭遇滑铁卢 那这样的话 民主党大势已去的结论 我觉得基本上可以做出来了 那希拉里可以利用现在 到中期选举前的这段时间 在屏住呼吸 仔细的观察 美国政坛的动向 他甚至可以制定出来 更适合美国情况的 对内和对外政策 因为他本来就担任了国务卿 对海外的事情 他也非常熟 那更关键的是 2016年 川普和希拉里争夺白宫的时候 希拉里是失败的很可惜 因为在2016年的5月 就爆出了那个邮件门事件 这个事情是突如其来的 一个意外的 对希拉里竞选活动的一个打击 在2016年的5月 美国国务院的警察长办公室 放出了一份83页的报告 关于国务院电子邮件的惯例 这里面包括希拉里的电子邮件 2016年7月5号 FBI的局长 James Coney 指出希拉里在处理他的电子邮件系统 的时候 极其出心大意 但是当时 FBI表示 调查结束 不指控希拉里 2016年7月6号的时候 司法部长也表示 不会提出指控 但是7月7号 事情产生了变化 国务院决定对电子邮件争议 再展开调查 2016年的9月2号 FBI发布了58月的调查报告 就是专门针对希拉里服务器 这个事件的 因为啥 希拉里用他的私营邮件服务器 处理工作上的邮件 那个服务器就在他家 纽约那栋公寓的地下室里 到了10月28号的时候 FBI的局长科米 竟然声称发现了新线索 决定重新启动关于邮件门的调查 这个事项 是最终影响了2016年美国大选的黑天鹅事件 也导致了川普最终的当选 当然希拉里的竞选团队说 这个邮件泄露 是俄罗斯间谍干的 是俄罗斯的普京 想要在大选中帮助他的好朋友川普获胜 但是这个东西到最后也没有找到什么证据 那除了这个邮件门以外 还有另外一个 那就是什么呢 2016年7月22号 民主党全国党代表大会举行前夕 美国的维基解密公布了DNC 就是美国民主党国家委员会内部的19252封决密邮件 还有8034个附件 这里面有些邮件显示了希拉里为了搞掉同党的Bernie Sanders 他就和别人勾结 想搞掉Sanders丑化他的形象 并且内定了党内候选人 那后来啊 维基解密竟然又曝光了29段音频 那这个事情对希拉里也是个打击 但是啊 希拉里有足够的坚韧性 他有足够的灵活性 他有足够的韧劲 那么2024年 希拉里如果卷土重来 也不是没有可能 因为毕竟民主党没有另外任何一个人 能够达到像希拉里这样 有实力 有经验 更接近于白宫 那对于希拉里的反对啊 不光是在媒体上 尤其是在川粉里面 对希拉里的反对 我认为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最近我学了一个词 叫misogynistic misogynistic 这什么意思啊 这个词就要厌女证 很多人啊 在判断事情的是非取直的时候 他先看看这个事是男的说的 还是女的说的 他天生的就认为啊 女生搞政治不靠谱 所以在过去几年当中 关于女性政客的很多谎言 至今仍然在 各个媒体上 尤其是社交媒体上 还在某某某这个粉的圈子里流传 不光针对希拉里 包括针对哈里斯 比如说很多人说哈里斯啊 在加州的时候啊 青少年卖淫合法化啊 就是哈里斯搞的 这证明是个谎言 他不是合法化 仍然是非法 只不过处理的尺度啊 比以前进行的修改 还有就是在加州 在很多地方你去超市超那个偷九百块钱以下的商品啊 没事啊 所以好多这个非洲的美国人啊 好多团团团体啊 看见可高兴了 因为他就偷八百九十九抢了就走 警察也不管 因为管了也没用 最后还得放还得浪费警力资源 这证明啊 也是谎言 因为偷九百块钱以下 仍然是犯法啊 仍然是要承受相关的结果 并如果出现说偷九百块钱以下就没事了的这种情况 但是问题就在于 这个大众传播里面啊 有很多啊 从专业上讲 从逻辑上讲是一回事 但真正发生了又是另外一回事 这种情况是屡见不鲜啊 对哈里斯对啊 西拉里这种女性政客来讲 那压力 那更是高过九方天啊 他们比男性政客承担的压力更大啊 被娱灭被污名化的可能性更大啊 当然我今天这么说哈 并不是代表我支持哈里斯 或者我支持 西拉里我都不支持啊 我也都不反对啊 对这个事情啊 我保持一个中性的态度为啥 说实话 还是对美国的政治啊 你没有足够的了解啊 你没有足够的深入 很多事情啊都在细节里 所以我今天啊就是把啊 媒体上最新的有关的报道给大家展现出来 当然啊到底二零二十年 夏里重新披甲上阵冲击白宫 你支持还是反对啊 你自己也看着办 但西拉里本人啊作为一个女性 我认为还是非得非常令人尊重的 为什么他体现出的这个强忍 不是一般人能想象的 这一点不光体现在政治上 你说当年他跟川普2016年之争 那真的是啊是非常的惨烈 关键是他的个人生活上 大家都知道他的老公克林顿总统 和莱文斯基那一段啊 但那个事情发生以后 很多人认为啊 希拉里之所以和克林顿 仍然保持夫妻关系 完全是因为啊 从政治上考量啊 是为了不让这个丑闻成为 他将来从政继续走下去的一个障碍啊 所以他跟克林顿完全是政治夫妻啊 但是啊这个事情 叫日久见人心 我们看到今天这个事情 政治因素可能有 但恐怕未必是最核心的 或者是缺了他不可的那个因素 因为这两天 希拉里和克林顿在外地度假 很和谐很恩爱的样子 说实话 他们都这把年龄了7778了 另外该当的官也当过了老公当过总统 他当过这个国务卿啊 还冲击个总统宝座 你说再要用这段婚姻关系 来为他谋取多高的政治利益 这个说起来真的是非常的勉强了 那他们今天仍然在一起 非常恩爱 或者说至少表面上非常恩爱 非常和谐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希拉里跟普通人不一样 普通人是什么人 普通人就是把裤装的那点事 当成天大的事 没他就不行了 不抄党章 一天不抄党章浑身难受 三天不抄党章 浑身脑袋疼 这都是普通人 真正的 在不管是从政还是从商 那种巨无霸击的人物 在感情方面 要么就是有强大的自制力 要么他就非常非常强的理性 他知道这东西 搞大大了 对自己的事业不利 那你既然选择了 想搞苹果手机 你既然选择了要当美国总统 那要参加竞选 你在这方面 就必须做出一个权衡和取舍 所以我认为呀 希拉里实在是人情恋达 几文章 他看透了人性 看透了人类 看透了政治 在这种全体下 反而选择和老公继续走下去 因为 就因为老公和实习生抄了党章 你就和他分手了 那你就能怎么办呢 你的后半生 与你本人 与你的家人 与你的前老公 与社会大众 分手都似乎不是一个特别好的选项 也许有人说 那你不怕别人痛苦心子吗 痛苦心子值几个钱 你只要是政治明星 你不管怎么做 都有无数的痛苦心子 想把你淹死 那与其 左右都可能得到一个不太有利的结果 那只能说 你就顺从自己的判断 希拉里看起来做了一个不错的判断 你看他和克林顿 目前身体都还挺好 状态也行 也在继续在为社会做贡献 但与此相反 我们看到 又有另外一位知名人物 还在这个抄党章不抄党章 男欢女爱的这个牛谈脸越泄越深 那是谁呢 那就是李靖雷和王力宏 这个事情啊 我看李靖雷啊 要一朝到走到黑了 为什么 前段时间可以说啊 通过自己在微博上爆料 通过这种各种媒体的炒作 王力宏啊 我看这辈子 能缓过劲来 能够不用说再恢复演艺事业了 能够做一个正常人都已经 谢天谢地了 都是一个极其难得的事情 但是这两天 嗨 又闹出妖娃子了 为啥 哎 王力宏回台湾以后 进行隔离 隔离程序结束以后 他想回家看孩子 结果又起了争执 他回家看孩子 李靖雷没让他进门 没看成啊 原因是什么呢 王力宏回家看孩子的时候 不是一个人回去了 带了三个人 据王力宏的团队自己说 有一位生活助理 还有一位啊 是他的保安 还有一位啊 也是公司的工作人员 再值了十一年 他带着三位一起回去的 那在这个监控里面 李靖雷看到 除了王力宏还有其他人 就搬进门 当然王力宏还要求把监控关上 结果就是王力宏没有见到孩子 这里面有些细节啊 简直太有意思了 李靖雷说啊 你竟然要强行闯路啊 孩子都被你吓哭了 哎呀 你看 说实话 看到这些东西啊 坦率的讲我心里有些反感 那为什么同样一个事情 比如说孩子哭了 你把他归结到王力宏身上 是他做的不对呢 那很有可能啊 是孩子看到妈妈死活 不要王力宏让爸爸进来 孩子才吓哭的 因为他在民外 还都没看见爸爸 他哭啥呢 他只能看到在门里面的你 所以啊 这个很多女性啊 也许是天生使然 也许是被个性感情生活的波折 给折腾透了啊 这个神志啊 各方面的叛障力啊 出现了打折扣 或者是一种可能没有打折扣 歪曲事实 根据自己的目的啊 克力编织事实 已经成了他下意识的一个习惯 你看 王力宏 给搞成了这样 灰头土脸 这个被子也许就完了 免疫事业也许就从此一蹶不振 他在这种情况下 想回家看看孩子 他就是多带了三个人 又能怎么样 难道王力宏还真的有这个胆量 要劫持吗 要把孩子劫走吗 恐怕这种啊 非常超乎人一般的这个想象力 那在这种情况下 你又让他看孩子煞于而归 而且第二天在微博上 又继续的怼王力宏 我看这个事情真的是要一条条走到黑 要把王力宏逼到绝路上 不罢休 从李敬蕾继续怼王力宏的这五百多字的文章里很长 第一条我就看出来这个事情已经变味了 已经开始领巴了 比如说王力宏的团队说他们带的三个人啊 都是公司自己人啊 其中一位是有十二年啊 服务夫妻俩的生活助理 这个李敬蕾开始怼了 我们结婚才八年 你怎么就出来一个服务十二年的夫妻生活助理 大家都知道那是你的私人助理 受你雇佣听语于你 对你文明是从 你看这不就成了文字游戏了吗 这不就成了泄愤了吗 是你们俩结婚才八年 这位生活助理 为王力宏工作了十二年 三年里面有八年是为你们俩共同服务的 难道这个事就能否认 他是你们俩的助理的这个事实吗 这不就成文字游戏了吗 如果这样弄下去 我们真的是看到 不管是王力宏还是李敬蕾啊 都把自己要毁了 他俩毁了不可惜 都是成年人 最可惜的是他们的孩子 不管怎么说 我认为啊一个父亲到了这种程度 在人生的最低谷 在最灰头土脸的时候 想见一见孩子 这个母亲啊 竟然以带的人太多包进 还编织出 渲染出一副案发现场的感觉 这个不地道啊 这样的话 我看看 我认为李敬蕾啊 应该更多的看看自己 怎么就发展到了今天这个样子 那说起按照自己的意愿 编织事实 扭曲事实 不光李敬蕾 彭帅也这样啊 你看彭帅 最近啊 不是又表态说啊 他跟这个啊 张高丽 没有性情问题 没有啊 那你当初你跳出来 煽动舆论干什么呢 啊 你完全可以写封电子邮件 或者打个电话 跟张高丽 抒发你的思念之情啊 表达你想重新复合啊 迫近重员的愿望 你还是选择了微博 你选择了微博啊 挑起了大家对你的同情啊 但是后来你看 你又三分五次的否认 没有性情 没有性情 那你们俩这算怎么回事啊 那你就是这个 如同我在节目里所说 哪有什么投诉性 分明就是撒娇啊 那你撒娇浪费了公共资源啊 浪费了海内外很多人的 善良人们的情感 那你折腾这一通 那你想干啥呢到底 所以对比一下啊 可民顿对感情的个人生活的处理 再看看彭帅 看看这个李靖雷 我们就知道 人和人啊真的是不一样 你很难控制别人 你只能控制自己对事情的反馈 和自己对事情的态度 前几天啊 还有一个老朋友来问我 很有意思 这问的很有意思 说 哎呦 怎么防止我的另一半出轨呢 我跟他说啊 你这个问题问就问错了 你永远无法防止别人出轨 你只能防止你自己出轨 那在这里啊 我还要给大家讲另外一位啊 非常佩服的女性的一个故事 这个女性呢 是美国最高法院的第一位女性大法官 叫奥康娜 奥康娜啊 非常了不起 你看一个女性做到了最高法院 在他七十多岁的时候 他的老公啊 得上了奥森海默症啊 得了病以后 这个人啊就记不清楚记不起来了啊 然后他们的家人就把 这位奥康娜的先生啊 送到了养老院 送到养老院以后 这个老人对养老院的条件不满意 老是想搬出去 但是后来情况变了 为什么 哎 这位失忆的老人啊 在养老院里认识了另外一位病友 他俩好上了啊 因为啊 这位老先生已经认不出来了奥康娜 所以对他来说 在养老院的这段西洋恋 就是他全新的一段恋情 而且他在里面过得非常幸福 再也不提啊 要搬养老院 要换地方的这回事 那这个事情被媒体发现了 发现以后很多人都来找这个奥康娜 你看这是多好的八卦 那你看你照顾你老公 你还把最高法院的事都停下来了 专心照顾家 他现在去了养老院 喜欢上别人了 哎 奥康娜自己也目睹了这一切 有一次啊 他去养老院看望自己老公的时候 正看见他老公和他的新女友 手牵手坐在阳台上啊 胳膊晃来晃去 正在享受下午的阳光时分 哎 奥康娜对媒体说 我祝福我的老公 毕竟我们俩曾经是夫妻 那他现在生了病 他能有这样的一个晚年 我为他感到幸福 虽然我的心也要碎了 所以很多时候 当灾难不幸发生的时候 可能最好的一个方法 那真是就是撒手啊 尤其是像王立宏和李靖雷 他们还有三个未成年的孩子 你说你今天演了这一幕一幕 将来让孩子怎么面对王立宏 怎么让王立宏面对他的孩子 你编织出来的这一套一套理论 想象出来的一种又一种陷害 王立宏已经处在了人生最低谷 你给他身上再踩上一万只脚 又有什么意义呢 所以真是情到深处和恨到深处是一样的 干饶人处且饶人 放过自己放过对方 各自开始真正的生活 那恐怕才是与人与己与社会与子女 最有利的事情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们诚挚的欢迎您给世界的中国点赞 也给我们的节目打赏 更欢迎您订阅明镜火拍这个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